人生的奥秘 您曾否问过 为何会生存在这世上 人生的目的究竟为何 不论我们是谁 有怎样的背景 有几件事是众所公认的 就是金钱、学问、享乐、成就 都没办法叫人真正的满足 《创世纪》记载 神创造万物各从其类 又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人 在人心里深处造了灵 使人能接受它并承装它 因此短暂的事物绝不能满足人 唯有永远的神就是基督 能满足人心深处要有目的的感觉 但是罪先进来了 叫人不能如愿以偿 没有人愿意 也没有人能脱离罪 圣经上也这样说 我知道住在我里面 就是我肉体之中并没有善 因为励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这位爱我们的神 亲自成为一个人 名将耶稣 在地上过了三十三年半的为人生活 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流出他的宝血 洁净我们 接着被埋葬 三日后复活 显现给门徒看 至终 升天 成为次生命的灵 这个次生命的灵 包藏着神一切的丰富 如今 能够分次到一切 相信他的人里面 现在 你可以这样祷告 主耶稣 我是一个罪人 我需要你 求你进到我的灵里 除去我的罪 充满我 叫我得有你的生命 我现在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和生命 我把自己奉献给你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恭喜你 你已经得救了 圣经上说 你若口里任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人中复活 就必得救 你已经一只脚 踏进神的国了 还有最后一步 圣经明明地说 信而受尽的 必然得救 受尽 其实就是一个见证 叫我们在神 在人面前 能够宣告 我们是属神的人 现在 你可以去找身边的基督徒 请他们为你施敬 进入神的国 成为神的儿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启行